我以前最讨厌男科学家的 你爸爸不是男科学家 最主要就是他 我小时候他就没什么时间管我 好容易长大了 又自作主张 介绍各种讨厌的男科学家给我 就好像我家不出去一样 到底有多讨人厌呢 差不多都是一个母子刻出来 不通事故 不懂人情 不温柔不可爱 每个人关心我的学术成绩 都超过我这个人本身 我觉得他们找的 根本不是人生伴侣 只是研究混乱 其实科学家 生来 就不是被人喜欢的 那是用来做什么的 航标 航标 在历史的场合中 总要有人去做航标 为人指引方向 他们属于未来 但却活在现在 所有成就的取得 都伴随着孤寂和忍耐 如果 研究伙伴恰巧是人生伴侣 那是他的一生所幸 对我来说 你果然是个变数 因你的年龄和学识 还有意识方程状态 早就趋于稳定 不该再有变数了 可城市之间 总有奇异例子的存在 两位同志 在对师呢 爸 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 你看看 在单位要叫老钟 老钟同志 你走吧 我们正忙呢 忙 忙什么 刚才我正要去找你们 最近发现你们 鬼鬼祟祟的一个个 忙什么呢 没忙什么呀 按部就班 接受老大哥们的光辉指导 对 什么事都没有 没什么就好 华明同志 最近我要出趟差 大概时间不短 星星刚从美国回来 我想拜托你 多照应他一下 好吗 以你女儿的性格 和才能 她关照我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那你们二位聊 我先走了 是个好小伙子 我认为你很好的 是个好小伙子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 这可是你第一个 没有拒绝的人 你太远了 老钟同志 好 接受批评 你自己看着办吧 你刚刚说出差 去哪能说吗 谢谢啊 你一定要尽快地 适应这种 报秘手册 这些话连问都不该问 知道了 记得把风声要带上 记住了 是个好小伙子 我认为你 科学习 接受到 这些话运 我认为你 那只能不能够